無論是七月初剛剛完工的 高雄柴山製紅公園 還是這座位於三明區的 寶業製紅公園 都是高雄市積極製水的重大建設 因應全球極端氣候 像這樣的製紅設施 已經是一種趨勢 我們預計到明年年底 會有十四座製紅池 三百萬噸的製紅量 那這個在市長任內 他非常積極的去推動 也爭取了非常多的中央補助款 說對抗洪水也持續打造水位監測站 提供有效的防災應變對策 另一方面看不見的建設 藏在地底的污水下水道 高雄市府也不馬虎 未來在高雄市 我們會把這個用戶接管的工作 持續在進行 那重點就是要讓這一些生活污水 不要再排到我們的這個河川 讓我們的河川的水質 一年比一年好 專注於治水 因為南台灣長期面臨 水資源匱乏問題 透過治水建設 像是污水處理場 升級為再生水場 對於需求龐大的工業用水 更是一大解套 記者高雄最後報道 我們要填水中工業用水 提供水的水 超大部分的濃度 都貴水中工業用水 超大部分動物 還滿就會變成水 而且一個蔽水 預連